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北部有點東北風 還是有點涼的感覺 不過好了一點點 等於是冷空氣稍微減弱 不過要稍微留意 事實上整個新的一波 比較旺盛的水氣 正在中國南方 福建廣東這個地方發展 預計深夜開始 這塊雲氣會慢慢的東移進來 這塊是比較淺薄的 差不多是成狀降水 所以配合上東北風 就有一點短暫的淫封面的降雨 北部啊 在下午後淫封面的宜蘭花蓮 都有些雨勢 現在來看的話 預計等到這整片冬雨之後 預計在週四晚上深夜 今天深夜或是明天的凌晨 可能北部中部以北 可能就有雨勢 請大家要多留意 我們看一下這個動態 就可以很清楚 這個就是我說的這塊 預計明天的清晨 凌晨到清晨時間 就會接近到北台灣 就會降雨 那預計會一直持續到 禮拜五 禮拜五一整天 到禮拜六上半天 就會慢慢慢慢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整個動態 第一個是 這個很快就會進來了 各位可以看 禮拜五呢 北部可能會很有感覺 到禮拜六的 清晨或上午的時候 就慢慢的開始脫離 預計呢 有一個空檔 那這個時候呢 有點催明顯的南風 所以溫度 在這個週末可以期待的 那下禮拜呢 就要注意 這預計呢 長江流域這邊有一些系統 正在建立發展 這個呢 也進入一個春天的很不穩定期 所以下禮拜的天氣 各位可以看 還是一樣一波一波的 整個中國南方這一帶 我說的中國南方指的是廣東 福建 一直到廣西這一帶 這塊區域會明顯 東移過來 是比較不穩定的區域 請大家留意了 那預計呢到3月中下旬 恐怕都是類似的天氣 不過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開始比較多的南風開始吹起來了 所以當然啦 還是有一些北風 不過這個時候 南風的勢力開始往上 開始有點台盛的一個跡象 這個就典型春節的變化 各位可以看 其實最近的這個溫度 已經慢慢開始回溫了 預計禮拜五 禮拜六 開始就會你看 台北就是低溫18度 高雄可以到29度 但是北部呢 由於這個雲量會比較多 所以回溫會比較慢 禮拜天18到24度 高雄呢是21到28度 到下禮拜 禮拜天到禮拜一的時候 也是一樣持續的回溫 到這個禮拜一禮拜二 也是一樣持續在回溫當中 南北的差距還是蠻大的 不過這個時候呢 就是要看這個到時候的發展 就看有沒有水氣的影響 大致上冷空氣暫時 慢慢南邊的暖風開始 慢慢有一點這個勢力開始抬頭了 這個冷空氣慢慢往北退了 大概是未來的趨勢 不過呢有時候還是一樣 這個冷空氣 一下子就溜下來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它的變態 但是大致上呢 不至於發生那麼冷的情境 請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點點 但是有時候還是有點變化 那預計呢 禮拜四深夜開始 到了禮拜五整天 其實各位可以看 中部以美 特別是台中的沿海 越往北雨量越多 這個呢就要看陶珠苗 或是到台中啦 台中可能零星 有一些短暗線的震雨 陶珠苗以北 會濕濕冷冷的 配合上有點東北風 所以各位可以看 這個雨勢呢會非常明顯 一直到東半部 禮拜五要稍微留意一下 中南部還是相對的比較穩定 那禮拜五呢到禮拜六 禮拜六呢上半天 可能是一點東北風的影響 或是禮拜六清晨 在這個北部有一些雨勢 中南部還是比較穩定 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到了禮拜天禮拜一 預計是一個緩回溫的天氣 請大家可以期待 把握這個禮拜六 慢慢轉乾轉晴 到禮拜天 安排戶外活動 趕快趁這兩天 相信很多人已經 覺得這個北部的朋友 就覺得每天都在下雨 那預計呢 在禮拜四晚上到禮拜五 清晨的這個溫度來看的話 15到7度 北部還是比較涼 可是中南部呢 各位可以看 19到23度 20到24度 屏東可以到19到24度 不過空氣品質呢 中南部 還是屬於這個敏感族群 比較不健康的等級 那這個東半部呢 當然是偶飄雨的型態 偶飄雨的型態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預計呢到禮拜五的白天 降雨的範圍 就擴大到中部了 中部也有機會 那北部呢 可能還有一些短暫的 這個雷震雨 會發展起來 不過大致上呢 這個雨呢就是 稍微比今天這種北部的 綿綿西雨再大一點點 這種新北 基隆 宜蘭 也是一樣 這個越往北部 雨是會越大 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在這個禮拜五 各地降雨的機率 就會稍微多一點點 高雄評論也有機會 山區也有機會 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就會給大家很建議 整個中國南方的雲系 開始 冬雨開始接近了 週四晚上開始呢 就正式的抵達 然後到週六 一直到週六的清晨上半天 那週六 中部以北都是容易有雨的 那週六日 北東還是有一些 短暫性的偶震雨 但是在轉型當中 溫度呢 是持續的在緩慢的在回溫